好,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这个文本的部分 本本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用法 这个课文呢,比较长一点,我们来分段来解释一下 来,第一个 Copy食品が手回っている 手回る这个单词我讲的是吧,是充斥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Copy食品在这里是指的是那个纺织饰品 现在呢,这个纺织饰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了 比方说,Copy食品というのは本物ではない 这里我重新重新讲一下 重新,从这个最开始的地方开始 前面都不要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的部分 Copy食品が手回っている Copy食品というのは本物ではないが 本物によく似ている食品である 那么这里强调的看到 de回っている表示状态 de回る就是表示充斥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强调这个什么呢 这个纺织食品现在充斥着市场 どういうのは强调这一内容 一主题,强调这一主题或者内容 这里强调说,这个所谓这个纺织食品呢 が虽然,虽然并不是真的 但是确实与真的是极为相似的食品 見てる,又是表状态 好,我下面走 例えば,比方说 かにの足のように見えるが 見えるように見える 看起来像 が 虽然,虽然看起来像是这个蟹足 蟹,这个蟹脚 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蟹脚 実は安い魚で で,是的是方式 实际上呢,是用这个叫便宜的鱼类 或者叫便宜的鱼肉来制作的 好,我们结合前面 看上去呢,像是这个螃蟹的这个脚 实际上呢,是用叫便宜的这个鱼肉来做成的 包括说,还有什么呢 サラダオイルって 还有一些是用这个サラ油 作ったイクラなと 还包括说 还有一些是用这个サラ油 来做成的这个鱼类 なと,等等等等 不做具体说明这个地方 就是大概的说的这么两种情况 好,包括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 たくさん出てる 像这样的商品 像这样的食品呢 有很多 本物よりずっと安い材料を使ったり 普通なら 捨てる部分を厚めで 上等の肉のように作ったりする だりだりする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呢 是表示理取了 什么啦,什么啦 那么他还是在不停地在进行解释 比方说他们有什么呢 有使用 有使用比真的 那个食品 要便宜得多的食材 用到这种廉价的食材 来做的食品 还包括说可能会用到平时 普通なら是一个词组啊 就是表示平时 那么还可能把平时 基本上是要丢掉的那些东西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做成什么呢 做成 用你 像是那种什么呢 浇度の肉 看上去做成像那种 像上等的肉品 上等的肉類 好 往下走 那么客人呢 会觉得 他会觉得比较便宜 反而呢 会愿意 乐意购买 好 我们把这里面这些话 整合起来 一起再读一下 コピー食品が出回っている コピー食品というのは 本物ではないか 本物によく似ている食品である 例えば カニの足のように見えるが 実は安い 実は安い魚で作ったものや サラダオイルで作った イクラなど たくさん出ている 本物よりずっと安い材料を使ったり 普通なら捨てる部分を集めて 浇度の肉のように作ったりする お客さんは安いと思って 喜んで買う 好 来 往下 このようなコピー食品を作るには 高等な技術が必要である 我们来看到前面 强调说 このような 是像这样的 这种的 像这样的仿制食品 那么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 作る 那么有先翻译 作る就行了 就是表示 制作像这样的仿制 复制食品 其实要求高水平的制作技巧 是必须的 である 我强调了 是相当于 です 相当于 です 但是 它的一个强调的一个表达方式 往下走 最近は 学校技術が進んだので 由于现在的这个加工技术 比较的 什么呢 先进 或者 由于现在加工技术的提高 味 色 形 形成 从 从 从 这个味道 或者 它的这个色泽 包括它的这个形状 香り 鼻触り まで 这个触り 口感 这位词 包括 从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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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到 它的香味 和口感 怎么样 本物作り 作り も一样 本物作りのものを 作ることができる 这句话当中 用它是 ことができる 是能够 所以 又先翻译这个 那么 最近 由于 加工技术的提高 所以 现在呢 包括呢 能够 能够什么呢 能够从 味道 颜色 和形状 包括到 它的味道 和它的这个 口感 都能够 做成 与真实的 那个食品 是同样的状态 能做成 这样的程度 好 往下面走 しかし 可是 安い材料 安い材料を 欲しくするためには ためには 表目的 为了 を 表示 将 但是呢 为了将什么呢 将这种便宜的食材 做得可口 做得美味 美味しくする 做成这么美味 它就会怎么样 たくさんの食品 添加物を使う 会使用到 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また 另外 大きな工場で 大量に作るから 因为 还会在大型的工厂 进行批量的生产 所以呢 合成保存料 なども たくさん 使う必要がある 那么 有必要什么呢 金威 因为是在工厂 进行大量的 生产作业的 所以呢 它会使用到 什么呢 大量的 这样的防腐剂 来 往下面走 こうして できた 那么前面呢 强调说 什么呢 主语在这个地方 说 こうしてこういう 固定用法 是这样 这样的 这种呢 像这样做成的 这样的复制食品 什么呢 因为其形状 我拿鸡 什么相同 强调的是跟真的 那个食材 是同样的 因为这样 就是像这样做成的 这种纺织食品 因为它的形状呢 和它的样子呢 跟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还怎么呢 而且由于比较容易调理 比较容易制作 比较容易做 或者比较容易直接做完 就可以开始吃了 所以比较方便 它比较适合呢 比较适合在学校的配餐 和这些餐饮业 好 所以使用菜这个地方 是强调经常会在这种 在这个两个场所进行呢 消费或者进行使用 是这个意思 所以往下面走 これから大きくなる子供たちが 强调 现在呢 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正在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呢 コピー食品 コピー食品 コピー食品をたくさん食べるのは 现在这些正在长身体 长个子 这些孩子 长大的这些孩子呢 来大量的去使用 这样的纺织食品 心配なことである 就相当于心配なことです 是一件让人感觉担心的 是一件非常让人感觉担心的事情 好 往下走 しかも 而且怎么样 本物の魚とちかって とちかって 而且关键 这种食品呢 还跟真的那个鱼肉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骨がないから 由于没有这个鱼骨头 所以呢 喜んで食べる場合 よおい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听说 那么 听说还没有这个骨头嘛 所以 还更加 受大家的欢迎 大家还更加爱吃 白表情况 这样的情况很多 这样子的 我们结合前面的话 我们再一起 把这个句子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开始 像这样 做成的 这种 纺织食品 因为 其形状 与真的 没有什么不同 而且 加上 又因为 比较容易调理 所以呢 是非常 适合 于学校的 食品供给 和包括 这种餐饮业 所以呢 现在这些长大的 这个长个子啊 或者是长身体啊 这些孩子呢 会去大量的 使用这样的一些食品 是一件 让人担心的事情 那么 而且 与真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与真的这个鱼肉呢 不同的是 由于它没有骨头 所以呢 这个小朋友 还比较爱吃 这种情况 还比较多 这个是 说话人 用担心的 这个东西 一个内容 进行说明 来往下面走 其实 这样的 这个纺织食品呢 偽物 其实是讲的 这个冒牌的 在这里 其实指的 就是copy食品 那么 强调 这个 这个纺织食品 其实从以前开始就有了 安 高い魚魚的名字是不珍惜的 這裡是做主語 強調什麼呢? 代表方法 就是將什麼呢? 將這些便宜的魚肉 以高價魚肉的名字進行銷售 這種事情在以前並不少見 不珍惜的 但現在 學校技術的進步 由於什麼呢? 還可以表現原因 之前是表現目的 這裡是表現原因 由於現在的加工技術的提高 這個是人間 人間的身體患者 出回了魚 魚 原形 魚になる 是變化 是一種變化 什麼變化 由於現在加工技術的提高 現在這種食品 這個什麼呢? 給人類帶來危害 給人類的身體造成損害的這種食品 もの在這裡指代的這一種什麼呢? コピー食品 指的是這一類的仿製食品 我們再結合前面的句子再來一次 不過現在呢 由於現在的加工技術的提高 那麼現在呢 有很多什麼呢? 有很多這種對人類的身體 會造成損害的這個食品呢? 在市場上橫行 でまわる 是表示衝刺這個市場 橫行於是 這個感覺 我下走 価格の進歩が人間を苦しめるのは 残念なことである 什麼是一件讓人感覺是遺憾的事情 ノは在這裡 作為主語在前面 我們翻譯這個地方 是苦しめる的對象 苦しめる 我們之前講了 這個他動詞是帶有 史意的表達形式 在這個地方是強調說 現在的科學 或者是現在的這個製作技巧 現在科學的提高 反而呢 給人類造成了一些 這個傷害 或者給人類帶來了一些損害 這確實是讓人感覺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科技的提高給人類帶來一定的損失 或者是給人類的這個健康造成一定的損害 確實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又是である 鄭重表達 である 好 看對話部分 会話 会社で残業中の社員の会話 Aは男性 Bは女性 このお寿司は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部長の送りです 先に帰るから食べてください って 好 我們這裡看一下 我們就兩句兩句一起翻 他說 這個殊死啊 是怎麼回事啊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這是哪來的 怎麼回事 部長の送りです 這個是部長請客的 先に帰るから 食べてください って で 在這裡相當於と言う 的感覺 我講了是表示一個引用著詞 就是強調說 那個是部長請客買來的 他說他先回去了 讓我們來吃 え 珍しい じゃあ食べましょう 珍しい 在這裡肯定使得 這個部長肯定是平時不太請客的 就太罕見了 這個太少見了 那趕緊吃吧 じゃあ食べましょう え お イクラが入ってる 僕イクラ大好きなんです あ 這個裡面有這個鮭魚子啊 入ってる 那個我平時最愛吃這個東西了 じゃあ 私飲もどうぞ 那 這個地方就是強調說 那你把我的也吃了吧 那 馬上走 いいんですか 可以嗎 え 私はいりませんから どうぞ 那 我不需要你吃吧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でもどうしてですか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 你不吃是為什麼呀 往下走 安いイクラはコピー食品だって聞いたので 因為我聽說 で 在這裡又是相當於那個引用助詞 と 那麼就是說 因為我聽說那個便宜的這個鮭魚子呢 其實就是用仿製食品做的 那 コピーって偽物ですか 那 剛剛強調 で 是強調的是表示 ど的用法 那麼 で 還可以把別人剛剛說的話 進行一個反覆的拿出來再行 再進行一個敘述 想知道 這是為什麼 你看 コピーって偽物ですか 你說的這個仿製食品是指的是 是假的嗎 え サラダオエルで作るんですって 聽說是什麼 聽說這個クイズ是用這個サラ油做的 え でも色も形もそっくりですよ 但是我覺得好像這個顏色色澤和它的形狀都沒有什麼差別 都一樣的呀 そっくりですよ 食べて 味もそっくり 他尝了一下說 味道都沒有不同的地方 味道都是一樣的 歯触りも え 你看是不是口感一樣 是啊 このカニの足もきっと安い魚 安いお魚で 講完這句 きっと安いお魚ですよ 他說 你看這個螃蟹的這個蟹角啊 一定是什麼呢 きっと 一定就是用這個便宜的這個魚肉做的 ほんと ほんとは 真的 肯定是這樣子的 來往下走 でもうまいですよ 但是真的很好吃 素晴らしい加工技術ですね 真的是非常好的加工技術呀 食品添加物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いますよ 這個裡面是加了非常多的食品添加劑的 そうでしょうね 是啊 合成保存物も 包括防腐劑也是如此 一樣的放了很多的 好 馬上走 ちょっと怖いですね 你看聽起來感覺其實很恐怖的感覺 そうですよ 分かるん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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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 是引用主詞 分かる的一個內容 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為什麼會知道什麼呢 你是為什麼會知道這個鮭魚子和這個蟹呢 都是仿製食品 你記得啊 引用主詞と前面如果是名詞 要加上と 要加上だ 的用法 這個是語法要求 記得再強調一次 引用主詞と前面如果是名詞的話 要加上だ 語法要求 部長のおこりですもの もの 因為 就是部長請客的呀 當然是 相對比較便宜的這個 東西啦 來這個意思 往下面走第二個部分 弟妻の会話 デパートの食品 食品売りバテ 在這個食品的賣場 的一個對話 來我們往下面走 あら これ安いわ わ 我講了是女性比較常用的一個口氣詞 あら 就想了 你看這個好便宜呀 どれ このいくら 本当だ どうしてこんなに安いのがしら がしら 相対に言うんですか 是一種女性用語 是相對一種疑問 她說哪個呀 這個鮭魚子呀 真的 為什麼這麼便宜呀 こんなに安いのかしら 嗯 あ 分かった この頃は 這個斷一下 この頃 流行りのコピー食品だよ 她說 我知道了 這個是最近比較流行的這個紡織食品 流行的 流行的 來 コピー 複製食品 偽物だよ 就是假的啦 確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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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怎麼怎麼樣 確か いくらはサラダオイルで作るんだよ 嗯 這個 估計呢 這個鮭魚子啊 其實就是用這個セラ油去做的 好 往下面走 でも 本物のそっくりね 但是跟真的真的沒有什麼差別呀 素人には区別ができないんだって 聽說這個外行是分辨不出來的 食べでも 嗯 吃 吃也是的 你也分辨不出來 じゃ いいじゃないの 5匹でも安くて 那 就什麼不好的 じゃないの 一種反面的語氣 就什麼不好的 那 雖然是複製食品 但是起碼价格很便宜呀 そんなことないよ 才不是你說的那樣呢 どうして 為什麼 自然の食品じゃないんだ 工場で作るんだよ 這 不是什麼純天然的食品啊 這都是工場加工的食品 そうね 也是呀 合成保存料もたくさん入ってるよ きっと 這個裡面肯定是加了很多的食品防腐器的 肯定是這樣子的 きっと そうね じゃ やめましょう 算了我們還是別買了 やめて 本物買う 不買了 那你早上去買真的了 いえ 本物のサラダオイルを買って サラダオイルを買って 那我要去買真正的セラ油 え 安いお魚のフライを作りましょう 那 我們去買真的這個色拉油 去做點這個相對價格比較便宜一點的這個炸魚吧 さからのフライ 炸魚 炸魚 OK 這個是對話的部分 OK